嗨,大家好,我是Pen 今天我播小一个post,就是说 比特币在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买 是不错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在12月头的时候,他已经杀了这些人,就是margin account人 所以在这边是很多人死了,在这个区域 然后这一次,在这个最近的1月的时候,也是差成多一次 那么这个区域做margin的也是死了 看到这个趋势线对吗,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low and low,也是低点比之前的低点更低 然后现在很多人做这个short的,就是卖空他是在这个区域 因为很多人认为在这个区域,他是一个很强这个 resistant 就是主力,所以他们在这里做空 当很多人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不是说我现在叫你们开单 如果我们要真的是confirm的话,他一定要做一个高的低 最新未来的这个低点,一定要高过这个之前的低点 所以在这里买入会一定会比较好的 OK,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左边是这个bitcoin,右边是这个graft chart OK,他这个图形是大概有类似啦 这边是插针,这边也是插针 插针了过后,他就是突破这个趋势线 看到吗,突破了,然后过后他会躺在这个趋势线 这个是12月的图,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躺在这里 但是他就一直躺在去 字不过山 也就是说在这里,他很有机会是真的躺在这里 因为他在这里有两波已经杀掉了那些做多的人 所以在这里反而做空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买入或者进场的话 那么他真是躺在这个趋势线的时候,你们进场 那么这个进场点会比较好 好过你直接突破然后进场 如果他是假的突破,那么你就完蛋 所以最好就等一个回调啦 当然他有可能回调,不是这样美啦 OK,我们再看这个Bitcoin Percentage 已经是有18个月 18个月的最低 有时候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量 在这个 是慢慢消失 所以这个消失去了,很多人就是说去这个 Define 或者是换成其他东西 或者是自己收 OK,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寻常 之前我有讲过,非常非常不寻常 一直向下,而且是最低 看到吗,最低一点 42,000的这个BTV Outflow 就是 外流 新这个最高点 最高点就是在这个 12月11月尾这样的时候 最高点的时候他慢慢外流 而且比之前的这个高点的外流更多 当然你可以说 很多人就是自己手臂 holding 就是每个人对这个牛市有期望 他们不要再 换钱的意思啦 OK,我们再看这个Slock to Flow 多出啊,在6月24号的时候也是下到0.74 那么6月24号的时候是多少点呢 6月24、25的时候大概是30千左右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很好买入点呢 当然是喔 最近的这个Model Variance 如果我们zoom进去啊 今天是 2月3号 2月3号的这个Model Variance 那一天的减0.74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入场点 现在已经是38千 37千 他已经是比较stable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Fear and Great的这个Index 就是他已经有两天是20 20 所以他是属于这个 低点的这个入场点 那一天就是 22号的时候 就是下了13 然后23 11 24 13 25 4 12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也是入场点啊 所以我现在这个种种的迹象啊 我个人认为 现在是属于 低迷反弹平衡的这个阶段啊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期间是一个买入点啊 我们就不要纠结说30千的38千的这个距离啊 但是这个距离是真的是一个买入点啊 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Coin或者是喜欢的Coin 现在入场是最好的 包括上一期我跟你们讲那个IMX啊 Engine啊 Avalanche啊 然后还有那个ZK Row Avalanche的币啊 你们去注意一下 OK 上一期我讲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 快点马上去看 然后去找你要的币 OK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部位置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就按赞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